人间苦空无常 远世人不分你我 丙足安然脱迷 纵世尘度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申子师傅里面的 知书识礼 今集就应该去到我们的第十一集 第十一集 记得大家应该还记得 我们有提过 之前有提过 我们有提过 Tennyson 今集都是在维多利亚时期 大家提到维多利亚 文艺复兴 其中有一部就是维多利亚时期 因为那段期间 比较文学主作 很兴盛 很兴旺 其中呢 除了那位 就是这个 Alfred Tennyson Tennyson之外 我们还有一位 都比较颇为著名的 相信大家一定会陌生的 那就是我们今天 我们稍后可能会讲一集 关于Charles Dickens的东西 或者怎么样 但今天呢 我就想讲一个就是 Robert Blanning Robert Blanning 他也是维多利亚时期的 那在那段时间里面 大家记得 Tennyson 其实呢 就比较呢 有一种是 他的诗呢 是有些折走的 那而这位呢 Robert Blanning 呢 他就通常呢 我们会利用 我们会把它形容为 是这个 Dramatic Monologue 那他那些呢 就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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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中今天呢 其实他写了很多东西 那我今天呢 就找到他有一首呢 我自己觉得是真的 好漂亮的一首 那些首诗 因为他通常写的东西 没有那么漂亮的 那些首诗 就是我自己觉得 那我自己觉得 那今首呢 我就在他那么多首里面 我终于找到一首呢 他都比较 就是 写得挺漂亮的一首 那大家要知道 就是 维多利亚女王的年代 就是 他那时候的年代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我们首先简单地说一下 或者是 维多利亚呢 其实 维多利亚呢 女王呢 他呢 就是在他18岁的时候 他在位的了 那 他是在生于这个 1837 就去到 1901年的 那 我们又看一看一样东西 就是说 在 嗯 嗯 嗯 sorry 他应该是 他的 他的继位就是那里 就是1901 但其实呢 他是1861年 他就已经不在了 那他呢 就是这个 因为在1840年 他 他 他先生 就是prince 就已经是prince albert 就是死了的 那他也是因为这段时间里 非常之沉重 他的心情 那 在那个年代 记得他那个先生呢 就应该 就是那个王夫 就其实是 表妹 表子 就是表兄妹的关系 那 因为当时不流行 就将他 就是将王室的血统 是 架去外面 那 而那时呢 是在1904年 那段时间呢 其实就应该是 这个 维多利亚 女王已经不在了 那时呢 开始有一样东西 女性就可以接受教育 而且呢 还要靓 要教育水平 那我们 声称为新时代的女性人 那之前呢 在维多利亚女王 那段时间里面 那时候要怎样呢 男士呢 就要有高顶的教育 那 其中一样东西 高顶教育 一定是来自 在他的家庭 是很富有的 不是普通人 因为当时还很流行 就是同工 那些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 比不起学费呢 他们就要去到工厂里面 去不同的地方 就要去打工的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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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的又要怎样呢 女的第一样东西呢 就是 其实你看回 维多利亚女王结婚 那时候应该 如果我没有计错的话 就应该是这个 他就应该是这个 13岁左右 就定有婚的 那 你想想想 嫁得很早 你会觉得 昨天还生了9个小朋友 那 女的呢 就要做什么呢 嫁得好 如果大家有看到 《Prow and Prejudice》 这本书呢 就是那个年代的 其实 有时 我发觉 古典文学 你越看得多 无论是中国的 或者是西方的 你越看得多 慢慢慢慢自己的人 都变得好像很古 很久 即是说得 很Asian 很古 真的不得现代 那 那 好了 那当时呢 除了呢 同工会比较多之外 还多了 是什么呢 娼妓 因为很多女士 她们没有受过教育 她们找不到 她们又不可以很男士地 在工厂里面打工 唯一 她们可以做的 就是 出卖自己身体 但是大家明白一样东西 其实你说娼妓这样东西 只有人类历史以来 其实就已经存在了 无论是哪个国家 哪个年代 OK 那 那 当然 还有一个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 就会是一种 就是 要名門望族 那 那当然就是说 名門望族 什么叫名門望族呢 就是说他们有钱的人 就是好像 我记得阿Kim 在读书的时候 我老师就经常跟我说一样东西 我英国接受教 那时候 我老师就经常说一样东西 就是说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他就说 西方有钱的人 家族呢 都是一代全一代的 而我们亚洲那些呢 都是那些 类似 直接的说 就是布法户 就是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 我们那些都是突然间 发达的 那这样东西 我就 就是 no comment 那 但是呢 我们又想起 大家想起一样东西 一套戏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有看过 就是Titanic Titanic里面 其中一样东西 用一个字 就叫做New Money 一个新的钱 就是突然间 就好像布法户 突然间的 他不是没有History 他完全是 他的Family 之前 不是一些很有钱的 是突然间 去到那里 才突然间有钱的 那这些呢 都是被视为 但是呢 就算大家都有钱的话呢 他们那时候 class的时候呢 都是看低这些责任的 他们要觉得就是说 要命目望重 是一代全一代 就是他们的 爷爷那代 或者更上一代 他Generation 呢 Fortune呢 或者那些所有的 assets 是要pass 这个through through 这个Generation 这些都是 题外话 还有就是社会 很不公义 很多人 突然没有钱 因为他没有钱 就可能会被人 拉进去 拉到监目里面 可能很多时候 都没有公平 这件事 在古代 其实你不要说西方 在中国的 古代 我想有些朝代 都会是这样的 那今天说回去 今天我们 Kym想跟你 和大家分享那首诗 那这首诗呢 我就真的很喜欢的 那个名字呢 那这首诗 就是 看回你了 就是有话 放这个呢 这个 Robert Browning Robert Browning呢 这首诗呢 其中一首诗呢 这首诗呢 我很喜欢 我是最喜欢那首的 就是叫做 Life in a Love By Robert Browning Escape me Nevered Belofted Well I am I And you are you So long as the world Contains us both Be the loving And you the loved Ware the one you lose Must the other pursue My life is a fault At last I fear Though I do my best I shall scarce success But what if I fail Of my purpose here It is but to keep the nerves As thin To dry one side And laugh at the fall And buffet Get up And begin again So the chase takes up One slide That's all Well Look at once From your father's brand And be so deep In the dust and dark No sooner The old hopes go to ground Then a new one StriKt to the self Seing mark I shamed myself Eva removed 你听下去这首诗 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其实你要想到一件事 当时那个社会是没有爱 真正的爱情 真正的爱情 是建筑在社会阶层上面 人没有了一种向社会阶层 那个漏洞性 简单来说就好像用回我们中国的一句话 触门对触门 目门对目门 人之间的爱 是要随着身份地位社会阶层 以去决定 才可以说你敢不敢去爱 一旦假设你是一个有阶级的人 你去爱上了一个是痞女 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很危险很危险 你会受到很多人指责 而且你的后裔 所生出来的后裔 也会有很大的问题 是它将来的在社会上蠟燭 这个亦都是跟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 亦都非常吻合的 所以就其实你越看得多 这些classics 或者古代那些 受到文艺复兴影响之后 出来的那些作品里面 或多或少 你是很容易见到这种阶级主义 社会上不公 还有就是因为当时是一个封建社会 还有那些人当然未去到黑路时代 但是还有这个白鲁 或者这么说 还有奴隶 还有同工 你想想一样东西 就是十二三岁 一个小朋友 就是不读书 就在工厂里面 或者去做mining 就是去煤炕里面挖东西 但是非常危险的 又或者去做一些 好像child sticking 那些这样 就是要 label 酒那些酒牌 就是粘一张纸下去 在玻璃瓶那里 酒瓶那里 也有很多人是那些alcoholic 买酒 就是喝上瘾 或者有些癖好 社会一切都很 很immoral 没有什么道德水平 那再加上就是说 肯出来伸张正义的人 也都没什么 那就没什么人肯为一些穷 低下层会发声音 那也都有很多很多问题 很多社会社会 阶种族 阶层 那个矛盾 那这首诗里面 它居然讲到的 就是一个生命里面的爱 究竟这个生命里面的爱是怎么样 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 Escape Escape me 可以放过我 还是Beloved 被爱 你有你 我有我 我真的很喜欢一句 I am mine and you are you So long as the world contains us both 怎样都好 只要 Provider 这个世界里面 可以容纳到你和我 就算了 为什么容纳到你和我呢 因为我跟你来自不同的阶层 所以 我跟你之间的爱 是未必可以 被社会所容纳 未必可以同一时间 可以做到这一样东西 可以受接受 这里你可以看到一样东西 Me the living and you the loved 一路你再看下去 My life is a fault At last I fear No 我的生命 在最后就好像有一个 好像游达到什么 一个错误 这个是我最恐怕的一样东西 人怕作出一个错误的决定 然后影响了一生人的 他甚至说 It seems too much like a fate Afraid 是一个命运 这个命运就不是我们现在去 即是说我们要去算命 或者是怎么样 是古代你想想想在这个 维多利亚女王 其中间那时候受到影响的 都是当时别人都是这样想 那你可以提到他很多东西 还有一个东西我最喜欢 其中一句 And the food Get up And begin again 不要紧要的 有些什么我们都可以重新再来 即使是跌倒的 不就爬起身 这里好勇好勇的 不是个个够胆的 那还有就是 下面还有很多 I shame Eva removed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可以看这一首 诗 那这首诗其实 应该就不难找的 其实应该是 如果我 觉得呢 其实我相信这首诗应该有机会是 放在现在的 现在这个年代 就应该可能是小朋友的年代去读 其实有时就不是专门 选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去看 而是我发觉一些很简单的诗 其实有时它里面 所隐藏的东西呢 其实是很深奥的东西 所以就不要小看一粒东西 譬如一粒层 就是我很相信一粒particle 或者Monica Monica 在Steven Hawkins的眼中 绝对不是一样普通的东西 所以它才可以 就是 所以后期我们又会发现很多 譬如Quartum 又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物质 我就这么说了 那anyway 今集由于是因为是知书吃礼 不是神智师傅的节目 所以这集就困于此 那如果大家呢 有正式提一提大家 我们的文学英语的class 其实就已经开了的了 就在6月底至7月份的 那大家如果未报名的 或者还想报名的 或者有兴趣的 那都是 试试的 每试是一个半小时 一个星期一试 在中環上的 是在 那时间呢 是在7点 半至9点钟的 那大家有兴趣想的 就可以打电话 打5900-390-5900-390 给我们的同事 那我们的同事会有人去接听的 那今集多谢各位 顺便提一提 如果大家对于这些 就是这些这样的知书吃礼 这些节目 无论英诗也好 中诗也好 或者迟些 阿Key会讲到更加多不同 种族 不同国籍 国籍的诗词 我都会讲的 那未来可能会讲一些 艺术的东西 都会讲的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 就可以欢迎大家 subscribe我们的节目 或者给一些like我们 那这集是 讲到这么多了 那其实 其实开这集最主要是希望 欢迎大家对英诗 或者中国的诗词 那种 兴趣 就不要觉得是 太深厚 一说这些 就不行了 说完那些 听不明白 或者怎么样 那尽量 所以我就希望有 淺入心的 就是最初我们会有 一些很basic的开始 那迟些我们慢慢慢慢 会讲到一些文学作品的 欣赏 或者那些更加 深层次少少的诗语 那今集多谢各位 拜拜 拜拜